嗨大家 今天我不会拍vlog 今天要拍一个比较酷的影片 今天要拍 体验柴耳 所以我现在在果腹纪念馆站 我不只是柴耳 我还要体验 引珠复原 还有脸部波进这三下 所以大家 可以一起来看看 我今天要体验的影片咯 是这一家 好丑喔 做美容就是这样啊 包着头还好啊 一层都是闭着眼睛 轻轻闭就好都我来帮你搏 那做的时候可能眼头跟眼尾会特别痒 会有点刺刺都是正常 特别痒可能就是你比较干啊 比较累 那先从眼头开始 这个很安全就是猪猪 它不是尖的东西 这个很安全就是猪猪 的话会有 就没办法 跟双眼皮那些可以 就是只要它伤口恢复不痛都可以做 那雷射眼睛 雷射眼睛的话 也是要可能要半年 就是客人 就是客人舒服度为主 有没有看到 还蛮干净的 哦 怎么这么干净 对啊很干净 对啊很干净耶 所以你常常挖 太常去摩擦 皮肤会红红的 会可能有的很严重 就是一看哦 它的耳道啊 那皮肤都看不到 都被那个 都是塞满了 然后也看不到耳膜 更不可能看到耳膜 所以我们要把它拨拨拨拨拨 把它拆出来 因为你的耳道很大 我帮你舒服 会痒吗 会不会 很舒服 很舒服 就是刺激你的三叉神经 然后让你 比较轻松一点 这也是稍微让你放松 挖耳朵的前夕 就让客人不要怕 放松 棉花棒沾一点婴儿油 或按摩油 就是用转的 不可以用推的 因为可能你的耳朵 会有一些皮屑 像头皮屑一样 在里面飞来飞去 那你这样把它转一转 它就会黏出来 耳朵有一些屑屑啊 可能会飞来飞去 那我们用这个棉花 就是羽毛 帮你转出来 因为耳朵有很多 弯弯曲曲的耳道 我好舒服哦 真的 我就说你们爱挖耳朵的人 会觉得很舒服 超舒服的 这个还不够舒服 我等一下让你更舒服 哦 你其实那个耳朵 有高超的那种感觉 真的哦 那我等一下让你更高超 哦好舒服 哈哈哈哈 好舒服哦 哈哈哈哈哈哈 你很可爱耶 你很可爱耶 我现在拿一只比较更有感觉的哦 就这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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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我的天啊 太舒服了 哦 有妈妈的哦 嗯 哦 哦 哈哈 那耳朵 很痒的时候 这边按一下小耳朵 走 然后多多压几次 放开 压几次放开 然后你就会觉得 人比较松一点 舒压嘛 因为台湾会有 加一些舒压的特程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有烧的声音 对对有蓝烧声音 沙沙沙沙 好 睡眠不好就会 很痠哦 可是 忍耐一下你剥完会很舒服 因为其实我很轻 就跟你剥脸一样很轻 嗯 你这边很有感觉哦 有 对 这边按会很舒服 嗯 现在太舒服都想要睡觉了 我刚刚体验完了 然后超级超级爽 爽到就想要睡觉 可惜我要拍影片 所以没有办法睡 不然真的 我这个想要每个礼拜来体验 哦 而且 彩尔是超级亲切 他每一次做的东西 他就告诉我 我哪里 要小心 要哪里 哪里比较舒服 他都知道我哪里比较舒服 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体验 如果下次有机会 我会重新再来 体验这个彩尔的部分 我做四项嘛 四项我最爽的事情 可是彩尔吧 彩尔超舒服 我在台 我在韩国没有 体验过只有彩尔 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 我最新放在这边 谢谢